双修喜迎大利好 中国央行降准来了 明天A股能否掀起狂飘反弹呢 这段视频就好好给大家分享 明天乃至下周A股怎么走的问题 希望大家认真看完 因为我会尽量客观的分析 不带有主观异断 这样大家理解起来也比较容易 乃至近期选择什么板块比较合适 短线中长线又该怎么做 咱马上开启今天的周评测试会的分享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爸的股评 你现在看的是周末股市复盘的走势精讲内容 首先在在明天A股走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整体的全球市场 对于这个双修来说 必须提醒大家 有一个利好和一个利空 利好是什么呀 咱们又一次形成降准了 这种事情其实是突发的 而且是属于咱们整个中国 在今年的一个货币宽松政策 正式的再次出台了 那么这种模式之下 其实也代表说整体全球市场 无论怎样形成搅动 但是咱们中国股市始终都在行走什么呀 放水路线 让市场经济复苏 形成一个缓速向上的过程 所以这属于一个中长线的利好 但是我再次提醒 它属于中长线的不是超短派的 而且从往期历史来看啊 只要是降准之后 尤其是这几年并没有形成隔日的大涨 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啊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呀 是你们不要去在意周一的走势 要懂得这个位置就是机会 无论以什么形式 这个位置 涨 咱们开心 回踩的话 要懂得 它依然是那些青仓派 空仓派 逢低布局的时刻 为什么那么说呀 咱马上继续分享啊 在分析之前 依然说句句话话啊 祝点赞本条视频的朋友们 每天转转转 一路张张张 而且我的视频 是每天中午十二点五评金讲 下午五点收评金讲 你得加关注啊 每天准时转来看 咱们继续往下说 首先啊 咱们继续看一下 整体的双修国际市场啊 刚才说的利好 是降准来了 但是呢 也有利空 是什么呀 是双修的 欧美股市再次形成了一个 很大的回彩 道琼斯 形成了一个 1.19%的回彩 纳达克呢 形成了0.74% 代表什么呀 代表整体全球市场 现在的纷纷扰扰 依然在影响着A股市场 但你记住了 我再次提醒 这个位置 已经美联储 多次形成了一个扶持 甚至说 也告诉大家 我要从一个鹰派思想 变成鸽派思想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说美联储 在下周并没有形成50个基点的加息 那么代表着说 它是真实从一个放缓加息开始了 那么这种模式之下 对全球市场 对全球市场都是利好 所以我再提醒 现在A股市场 咱们不要去在意它的一个震荡盘 要懂得这个位置是机会 而且我先把这幅图形再次给大家画一下 再次提醒 只要说A股市场没有跌破这根上一趋势线 咱们就安心一点 要懂得这里是机会 因为前面这里 这里 以及说现在的这里 这里 这里 都特别明显 是不是已经开始形成一个见底了 那么这个见底呢 是怎么形成的呀 是前方趋势线所形成的几百点的拉升 每次到这里都可以形成拉升啊 自己注意啊 所以咱们这次啊 其实现在是机遇大于风险的 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这里咱们能看到啊 如果以前面这两段拉升的距离来看啊 如果一旦凶器的话 都是反转而不是反弹 懂不懂啊 因为这都是几百点 所以啊 希望大家一定要切记啊 八道口评现在不是凭空的 让大家去在这个位置形成潜伏 而是真实看到了希望 而且大家看图啊 从目前来说啊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切记 其实整体来说 整个中国股市在这个位置 它是很强大的 为什么呀 因为在本周五的时候啊 外资又是近百亿的流入 都能看出啊 无论是美联储加息问题 还是说欧美地区的银行问题 并没有改变外资来A股避险的行情 那么想想啊 如果说啊 他们形成很多的问题 外资反倒流入A股来避险 是不是就是一个好事啊 所以啊 整体来说 就大家切记啊 不要感觉这里是方线 而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懂不懂 外加咱们看一下际线图啊 什么叫做际线图啊 也就是说啊 三个月为一根KN图 这幅图形 其实我在前面啊 给大家也看过 它是形成一个很强大的中国股市 斜行向上的趋势浪 自己看 每次到这个区啊 甚至都有可能形成什么呀 非常强大的一个牛市 对不对 那么这种模式之下 也代表着说 A股市场一旦说拉升起来的话 甚至有可能会塑造一个漫牛格局 那么现在呢 你自己看一看 是不是又到这里了 所以啊 总体来说 其实A股市场 如果以G线图来看的话 这个位置中长线 你得持有自己的股票 千万不要离场 因为只要离场的话 有可能最终结局 就是放弃了一个漫牛格局的初端 懂不懂 包括现在啊 有很多的迹象能够看出啊 中字头以及大蓝筹 甚至全民周辞制 所形成的这些证券的反弹 他所形成的什么呀 现在是初级阶段 不要感觉他长得多了 但你记住了 如果说按照理论 曾看到现在很多的消息面 乃至说官媒都在说啊 要回归央企国资的一些什么呀 非常强大的价值低估 那么就能够看出啊 其实A股市场 现在有一个大洗牌 在干什么呀 在从原来的一个炒热点 变成一个真实的价值投资 所以我这里必须提醒大家啊 现在这个仓位怎么布局呀 再次提醒要存在央企国资的一部分仓位 比如说证券 对不对 甚至说一些比较低廉的中字头拿着 然后剩下的仓位干什么呀 去选择一些咱们现在高层所扶持的科技路线 接近啊 因为今年是科技新国之年 甚至说近几年都会是 那么咱们放眼美股其他股市啊 全部他们的大权重是一个大科技 什么特斯拉呀 对不对 什么苹果呀 那么咱们呢 现在是一瓶酒 所以你记住了啊 A股市场早早晚晚最终结局 绝对不是一瓶酒争霸事件 而是什么呀 而是大科技路线形成最终结局的什么呀 反超而形成一个很大的牛市格局 所以如果说你想去潜伏这波 季限图的拉升局的话 那么央起国资选择一些板块 然后呢 大科技呢 那些里面比较高超的科技元素 选择一些板块 懂不懂 如果实在不会选的话 再次提醒啊 一体F好好看一看 懂不懂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季限图放大啊 今天主要着重说一下中长线 为什么呀 因为现在超短线啊 不得不说 我必须承认 你们都挺难受的 那么咱们就要看到中长线 到底有没有机会 从基线图来看啊 切记 这可不是月线图 也不是周线图 就能非常明显发现啊 有没有发现 现在基线图这里 有一个单真触底的 正好去碰到了什么 是我的 刚才给大家分析 那个趋势线 对不对 那么前面啊 这个趋势线 都能形成很大的一波拉升 从什么 2440点 涨到3700 想一想 1000多点呢 那么现在呢 它正处于什么呀 正处于现在的2885点开始见底 所形成什么 刚刚开始的拉升段 对不对 那么你自己看一看 正好呢 这个基线图也就是三月份 过完之后啊 它就形成什么了 一阳穿三线 对不对 那么基线图一阳穿三线了 想想 这是多大的一个拉升局呀 所以啊 总体来说 目前A股市场 我认为啊 咱们一定要切记啊 不要看短期眼光 要看中长期眼光 如果说A股市场真的可以说 在后期形成很大的拉升 你真的有时光穿梭机的话 你现在绝对不会担心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人呢 最怕的是什么呀 我不怕你在三千二百点 形成一个震荡局 我怕的是 你中线局到了两千八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中长线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是不是这里 不要那么多的一些啊 讽刺 因为市场 说实话啊 咱们要看到什么呀 是国际情绪面 现在确确实实有些问题 但是它却让美联储加息 有可能形成一个放缓 甚至不加息 这就形成了全球的利好 以及中国股市 今年也能看出央行降准呢 对房地产企业 对股市都是一个放水道路 所以这也给整体拉升局 做下了一个标准 甚至基础 外加经济复苏 三年口罩问题摘除 所形成的拉升 我相信啊 只要你明白这些大逻辑 其实现在啊 绝对要比去年 前年 大前年都强 而去年呢 我再次提醒 是碰触过3700点的 前年呢 我也提醒一下 也碰触过3700点 大前年呢 我再提醒一下 也碰触过3700点 那么既然说 咱们比前三年都强 为什么这次碰不到 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是不是现在这个位置 不管怎样啊 都要安心的潜伏 懂不懂 对于超短局来说啊 大家切记啊 现在A股市场这个位置 有可能还会在3200点 形成一个震荡局 但是你记住了 下周初 如果真的出现一个小灰彩的话 那是低息机会 因为3200点 这么一个关口 记住了 它最终结局 一定会在这个附近形成拉升 那么这个过程 咱们要懂得什么呀 懂得先于别人离场 要先于别人进场 还有那句话啊 咱们在前面3333点 告诉大家 超短线可以减仓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 我必须听大家啊 我依然要带着大家的质疑 告诉你们 开假仓了 最后依然听那句话啊 如果想学习知识的 点击霸道古评头像 进入主要的专栏区 去学习那个大课啊 这是本平台官方 唯一正版授权的大课 其他全是骗子啊 好了 新朋友记家关注啊 老朋友记点赞 下段视频将于明天 中午12点更新 五评金奖预判啊 记得准时来看 下段视频